客家委员会与指缝车剧团联手打造的客家文化大使 全台最大的艺术行动装置鱼马 从9月20号到22号在花莲的东大门夜市演出8场 而这次是鱼马第一次来到东部 20号下午客装场 全线11所学校共有500多名的学童 前往东大门来看鱼马的演出 除了带来欢乐也希望传递祝福 欢迎大家在周休假期相约东大门来看鱼马 由客家委员会与指缝车剧团联手打造的客家文化大使 全台最大艺术行动装置鱼马 客委会排除万难 从9月20号到22号在花莲县东大门夜市演出8场 20号下午3点的客装场 全线11所学校共500多名的学童 一同观赏鱼马首演 大家委员会古秀威主委上任以后 特别关心到东部花莲的乡亲朋友 要有机会来观赏好的表演艺术 那我们这次特别安排 由小野老师童话故事改编的鱼马 来到花莲做834的演出 那也希望就有这个机会 让乡亲朋友有机会 透过表演来接触各家语言文化及音乐 这一次在花莲演出的鱼马精华版 虽然将原本90分钟的表演浓缩成30分钟 但精彩不见 我们只有在这边联系三天 总共了表演8场次 希望我们花莲的所有乡亲 来看看这么难得的一个剧目 此复者的一个剧场 希望大家转告大家可以找时间 今天晚上21号晚上22号晚上4点6点跟7点半 都到我们东大门夜市来看好戏吃好料 花莲客家事务处也欢迎大家在周末假期 扶老细肉前来东大门 除了看鱼马所带来的欢乐之外 也可以感受一下台湾多元文化的珍贵与美丽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